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我跟大家分享 你一把剪刀 你可以来剪东西 你也可以来签菜 但是他也可能会在法律上 行案的凶器 远专案小组 每次出去只有两个人 三个人 这样子开了21场 21场次的会议 然后再报给都委会 然后这样都委会 都委会的成员现在又涉案 然后你说这样程序照走 你拿另外一个 你这样程序照走 不需要重新再来审议吗 然后争议这么的多 台湾还是应该要有一个 好远新的航空城的一个发展 台湾就像这个航空城 就像我们人的心脏一样 大家对航空城没有意见 但是你航空城只有这一块 你现在是画了这么大块出来 对不对 现在的弊案是在这旁边 这一堆 对不对 航空城阵庭审议 立即召开行政庭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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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副县长叶世文跟远雄集团的弊案 我们发现这个弊案一滚出来之后 我们才知道原来航空城里面的经办的许多人员都跟这个弊案有设 所以我们在这里抢业诉求 既然所有承办人员 审议委员都已经滚入这个行贿的弊案里面 我们认为航空城应该立刻停止审议 2012年10月2号的时候 行政院就成立了一个所谓推动航空城核心计划的一个专案小组 而这个专案小组的召集人就是桃园县副县长 所以前任的李乔之跟去年六月接手的叶世文 李乔之有炒皮堂 大家都知道李乔之炒桃园航空城境内的皮堂 然后被撤职 现在的叶世文又因为远雄行贿的弊案 也出了问题 桃园县副县长是前后任的这些小组的召集人 一直到了去年12月30号 也就是大家媒体上报出来的 航空城都市计划审议部分通过的那个新闻 那个时候的都市计划委员就是蔡仁惠 也就是这次行贿居中的白手套 所以我们质疑去年底都市计划部分通过 蔡仁惠在提供担任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蔡委员是属于专家委员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都市计划审议的委员里面 专家跟官方委员基本上各在一半 一个十三一个十四个 所以如果一个专家委员跑票 我们本来就不期待官方委员当然会为政策库航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专家委员能够超然独立地帮忙审查 航空城的计划 但是蔡仁惠是当时的都市计划委员 而他也涉及远修行会的弊案 今年二月无县长当然在计程会的时候宣示 巴德和宜住宅 也就是现在弊案的源头 就是航空城先见后猜的区外安置方案 所以巴德和宜住宅也是航空城的一个部分 吴志阳县长因为这个弊案撤换了五个桃源县的局处长 而前天的新闻立委廖政警委员自己出来告诉大家 这个撤换的五个局处长里面 城乡发展局的吴启明跟地震局的林学间局长 这两位局长都是航空城背后最主要的推动手 所以我们看到从官方到委员 各个涉及航空城案的重要关键时刻的决定权的人 全部都有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诉求立刻 立刻停止任何审议 航空城里面有一个最近争议很大的自禁区 这个自禁区里面现在最明显的建设 就是远雄自贸港的扩建区 自由经济贸易港的扩建区 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看到现在是既有的机场 这个是扩建的第三跑道 这个范围是扩建的自禁市区 而远雄本身的现有的基地是45公顷 是中间那个方块 那周围扩建了100多公顷给他 刘先生家已经被征收 这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被征收 就是现有的远雄自贸港的这个范围 他家的土地就在边边这里 所以第一次被征收了 那现在第二次就是扩建区 又征收到他们家 跟分手上报告 他们已经成勤了非常多次了 但是在中央小组会里面基本上都是拒绝 我们也要在这里跟 什么意思 老是说不需要参加 不需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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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替除计划范围 也跟各位媒体报告 现在刘先生家是农地 你不是说有的要留 有的要参加 参加是在参加 我都不需要参加 对 你都没得到 所以那些是要参加 不好意思 等一下你们去会后解释 红门部长不要诱导他们 如果可以留 他们全部都想留 现在状况是 航空城计划 农地根本没有留的空间 您刚刚这样发言 你等一下自己去外面对他们协调 你也不要诱导他 那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意思是 我们在担当地把我们留起来 对 春的 春的 我们有没法度 有法度要留 我们也是要留的 有法度也是要留的 对 我们就没法度 我们内政部是负责省计这个计划 所以是由我们内政部在 就这个航空城计划 就我们来做行政调查 这个部分我们有展开 第二个 蔡人会委员的部分 他是在去102年 年初来批认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 千锋部长所准解聘 那再来 他当时参加我们委员会的这个过程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去年12月30号 我们内政部都委会 通过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审定的时候 其实是26个委员 里面有99个委员出席 不是一个委员可以影响全局的 那刚才讲过 有4个是官派的委员 这个我们比例的问题是法定的 那这个另外 我们会按照程序来做行政调查 这个我刚才也报告过 所以整个这个程序跟所需要作业的部分 内政部都已经在做了 请各位 好 放心 整个委员会 他是一个合议制的 他不是一个人 他可以阻导的 他必须是 我刚才报告了 12月30号 他当时是26位委员 19位委员 合议制的通过 所以他并不是说 一个人强力要去阻导 像他能够宅 因为他涉入这个案子 所以他可以解决 那航空城这个案子 没有任何一个人救急的进行 如果他涉入不法 他没有办法停止 这个是一个法定的程序啊 他怎么去 因为个人的因素去停止他呢 如果有不法的原本 那是啊 就是我刚才讲 如果我们内政部有展开 调查跟查处 这个已经积极在做了 台湾的土地征收 必须要维持公共利益 但是航空城有没有公共利益 我以最简单的来讲 他既然说交通铺 你们要设计第三航道 但是海军基地 海军基地 已经保留了400多公顷 要给你们 而且他本来就已经有那个航道了 为什么不运用这个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说 整个桃园市 桃园市的一个 主要包含地区都在南边 这边是高铁 这边是主主 主主地区 南坎 南坎 南坎这边的一个发展 其实都在南边 那机场的发展 不能只能 就机场的一个角度来看 机场的发展 还要配合地方的一个发展 那这部分 当然会限制地方的一个发展 另外还有严重的一个噪音的问题 所以说经过评估之后 我们才决定说 往北边这方面来铺设 第三条跑道 其实也就是兼顾了地方的发展 机场的发展 还有这个繁保的一个议题 所做这样的一个配置 公务局副处长 潘成活长官回答我什么 他回答我说 你们要留下来 我就把你们圈起来 我告诉你 我还要让你们全部都淹水 各位 请问 我们那里的居民 还敢留下来吗 你的社区被保留了 那整个这个物流 将来的物流专区 跟整个陶原机场 专用区 它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物流专区 跟机场 它是一个管制区 它是一个管制区 那这一个管制区 它有利于这个物流 可以直接运送到这个机场 这位去做最快速的运送 好 那至于 这一个社区的出入 我们可以 背后再去 参考这个蔡小姐的意愿 现在 蔡小姐的意愿是 因为它这边是旧路 鼓楼从这里走过来 它当然希望说鼓楼 能够留着 那当然这个社区 其实现在是 从这个上面走的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 回去再检讨一下 可不可以从这个 这个自贸区再开一条 这个道路的必要性 我们也会来检讨 依照土地 土政条例 当然你是一定要去办听证 但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107条 就行政机关 如果遇有下列更返期应的话 可以举行听证 那就是有听证的一个必要 今天呢 刚刚已经这个 别委员讲了 就是有这样的 这是一个国家的 一个重大的一个 一个案件 而且呢它建设到 这么多的 核定重大的建设 而且它是 发生重大的争议 那同时呢 这里面也建设到 这所谓的特定的农业区 所以这些呢 都属于构成 这个所谓的 行政程序法的107条 里面应该要去举行 听证的一个必要 所以你依照行政程序法的107条 你本来就应该要去开 何况呢 这个所谓的都市计划 它本身也是属于 这个行政院的所谓的 法规命令 你也是应该要去开 这个举行听证 这个大法官会也都做了解释 这个审定本来就还不会发布实施 你能不能承诺到听证会举行之前 都不公开发布 这个本来就程序上是这样子 所以您承诺了 记者都记得到了 审定完 并不会马上发布实施 6月您是要审定 就让你们审 但是你不会发布实施 要问委员会 让委员会来决定好不好 这个本来我们上次就 第一 现在就已经再公展了 所以也是委员会决定说 有影响到人民权 已经又再公展 所以今年的2月再公展 所以今天走到这一次 如果有必要再公展 我们就让委员会去决定 您先回答记者 您现在也同意有争议